老师说什么丽丘活动 结果就是帮他割麦子 我来了 下来小心点 别把麦子踩坏 哪有这么容易踩坏呀 快住腿 我不是故意的 你塌压还狡辩 我差一点就信了 别急呀 老师 我知道一种快速割麦子法 你说什么 就是拿一桶水一浇 你看啊 都干了什么阿威 麦子都被你浇湿完了 但是快呀 你这堂活动课 必须给你零分 准备好请家长吧 卧槽 好心当成驴肝费是吧 你又要干什么 我告诉你 你完了 看看你身后吧 什么也没有啊 让你笑 闪电苦力怕威力就是大 这下老师一定不会放过我了 幸好提前在这准备了半线钩 进地铁站两边的楼梯都不能走 中间走下来就行 就在这先玩会电脑吧 这个混小子 我可怜的农田啊 人呢 跑哪去了 不会进地铁站了吧 嗯 飞 好像中奖了 好吧 这该死的半线钩 由此证明 这小子一定是躲在了里面 必须要让他把农田都给我 你马又 什么质量的楼梯 豆腐扎工程啊 这边不行 就从另一边 我的发 可恶啊 一次是意外 两次肯定跟阿威脱不了关系 这次我从中间走 肯定行了吧 老师追上来了 赶紧买票跑路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 他永远不会堵车 前面我放了发射器 走到这里就可以了 前面有我的密室 进去之前把矿车回收了 好把陷阱留给老师 一般正常的门不要进就行 上面的话后 我放了矿车 只要点击一下 就来到密室了 咱们进到最里面玩会电脑 让老师再迷路一会儿吧 开机吧 我就不信你一条路没流 哦耶 没人 难道已经坐车走了 赶紧追 不然一会找不到了 你给我等着 让你给我种完小麦 还要给你零分 前面这是发射器 踏马德 真是太恶毒了 要不是我反应快 什么都没了 必须要严惩 各种处分 能加的都给他加 一扇门 按照他以往的尿性 一定是个密室 嗯 嗯 不管了 直接冲 完 我就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 下回得改改 奇怪 难道那小子 一幅画 轨道里怎么会有画 有坤逆 我就说吧 矿车 哎呀 你来了 就你那点小套路 我摸得一清二楚 那你还敢往里面走 啊 你又憋了什么坏招 精官使出来吧 如你所愿 真是天真又可爱的老师 哎 接着玩电脑